大家好,我叫馬可。我在佛羅尼亞的中國學院裡工作,在我旁邊的是Grande教授中國學院的主席。 今天我們想說關於那個世伯會。去年世伯會的題目是那個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佛羅尼亞城市被選為參加那個世伯會感到很榮譽。因為佛羅尼亞是一個生活質量很高的城市。 佛羅尼亞在世伯會想給中國介紹它的最古典也最現代的方面。 最古典的方面是為了代表最古典的方面,佛羅尼亞選擇自行車。 佛羅尼亞的佛羅尼西哥自行車的城市有幾乎所有的人都用自行車到所有的地方。 佛羅尼亞在佛羅尼亞的世伯會站位有六輛自行車。 人們在其自行車的時候同時看屏幕可以感受在佛羅尼亞路上其自行車的感覺一樣的。 然後在世伯會的佛羅尼亞站位,人們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助廊。 佛羅尼亞是世界上有最多助廊面積最多的城市。 在佛羅尼亞的站位裡,佛羅尼亞的站位分為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是代表佛羅尼亞的助廊。 那裡人們可以感受到佛羅尼亞出廊的一個典型。 在出廊的天花盤,人們可以看到佛羅尼亞的一些視頻。 然後佛羅尼亞也有一個區域是為了佛羅尼亞的自行車。 這些自行車前面有一個屏幕。 根據騎自行車的速度,屏幕上播放的視頻也加快或者減速。 這樣人們可以感覺和在佛羅尼亞騎自行車一樣的感受。 在佛羅尼亞的站位也有一個代表佛羅尼亞廣場的一個典型。 那裡整天都播放關於佛羅尼亞的視頻。 這樣人們可以慢慢了解佛羅尼亞的傳統和最現代的方面。 在佛羅尼亞的站位,九月份舉行了《佛羅尼亞特別活動日》。 這樣會建立很多合作關係。 然後十月份,來自佛羅尼亞的一個代表團去了統計大學。 那裡就行了伊達利州。 在這個州,佛羅尼亞大學的一些教授和別的團員,給統計大學的學生, 介紹了佛羅尼亞的很多活動。 比如說電影節,漫畫節,很多是在佛羅尼亞舉行的活動。 在這個州的時間裡,也播放了很多伊達利傳統的電影。 比如說Fellini的La Bella Vita,我覺得你們已經聽說過這部電影。 佛羅尼亞和中國已經有五年的長期關係。 因為五年前在佛羅尼亞建立了中國學院。 中國學院是一個協會為了幫助來佛羅尼亞留學或者去中國留學的學生。 五年前在佛羅尼亞只有30個中國學生。 今年中國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700個。 這個表示佛羅尼亞對中國人的吸引力很高。 不只是為了它的很古老的大學,為在佛羅尼亞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 而且是為了中國人慢慢開始了解佛羅尼亞。 佛羅尼亞的最佳方面。 佛羅尼亞大學和中國的很多大學的聯繫很密切。 舉個例子,佛羅尼亞大學兩年前合同期建立一個雙所謂的本科。 是自動化工程的本科課程。 在這個課程。 意大利和中國學生用英語再三年的時間學習這個自動化工程。 然後佛羅尼亞和東基大學的聯繫不只是在那個教育方面。 因為在東基大學的綜合樓有 有Emilia-Romagna大區的辦公室。 在那裡我們有一個人員幫助 向來伊大利留學的中國學生給他們提供諮詢。 我們最喜歡的中國方面是 但是在中國同時有那個古典文化和那個現代的方面。 舉個例子。 上海是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精度。 但是那裡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國古典方面。 比如說在上海的郊區 人們可以看到那個中國 最喜歡的中國方面是 它的文化、傳統方面和它的現代化方面都共存在一起。 在上海除了國際化、除了高樓、大廈 還有很多關於文化方面的東西。 比如說博物館。 在上海有中國最漂亮之一的博物館。 有很多很傳統的路。 北京也是一個文化首都。 北京是中國的文化首都。 上海是經濟首都。 但是在兩個城市裡面 還有很多傳統的方面。 我們 中國在教育和研究方面 每年的投資越來越高。 所以中國的年輕人知道如果他們努力下去, 在將來他們的將來會比他們的父母更好。 他們可以富起來,可以開自己的公司, 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所以在意大利,這個有點不一樣。 因為意大利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投資不夠多。 所以年輕人不一定有比他們的父母更好的將來。 這個級別是中國年輕人相信有一個很好的將來。 讓他們更努力,讓他們覺得更好,更有效。 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一個層面的層面。 在層面中的層面中 層面中層面中層面中層面。 senhor眼中層面中層面深入 这是最初的国家世界世界世界 在1988年 直到十多年前 这是学生之一的国家 学生,学生,讨历 全世界 因为学生的学生 和教育在这里 非常好有利 大家好 我叫我马co 我是中国学院的秘书 在我旁边是 中国学院的学院 中国学院是一个学会,是为了帮助来自意大利的中国学生和去中国的意大利学生给他们提供资讯,帮助他们适应这里生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波罗尼亚的天顶都是红色的。 我们前面有波罗尼亚古老的天文象台,这个可以比较好的代表波罗尼亚的天文象台。 古老历史的悠久历史也可以代表波罗尼亚的现代化。